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法国ENUWS电视台报道 法国其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元党首 玛丽娜勒庞 当地时间23日表示 法国应该停止向乌克兰供应武器 尤其是凯撒自行榴弹炮 因为这会损害法国本国安全 帮助乌克兰应该与我们的能力相衬 但我们这么做时 不能损害本国安全和我们人民的安全 卫星通讯社称 特庞在CNEWS电视台节目上说 卫星通讯社介绍 法国应该停止武装乌克兰 是的 我们应该停止这样做 我们今天转交给乌克兰的所有武器 都是从法国剥夺的武器 转交我们本国军队需要的重型武器 意味着削弱本国安全 把我们本国内部安全置于风险之下 特庞补充说 从各种情况来看 今天我们似乎无法 以我们军队应有的效率水平进行战争 据此前报道 今年10月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法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凯萨自行榴弹炮 将再向乌克兰提供六门这类自行榴弹炮 同时 马克龙提到 将向乌克兰提供防空系统和雷达等军事物资 俄卫星通讯社提到 法国武装部队只有76门凯萨自行榴弹炮 再向乌克兰提供了24门后 他们已经失去了近三分之一的库存 马克兰提供了205门 所以就会让我们回去